本视频由转转二手交易网赞助播出 家中闲置别浪费 上转转二手变成钱 欢迎订阅听我是你们的热狗 大家有经历过搬家的痛苦吗 一屋子的家具和生活用品 从原来的住所搬到新的住所 绝对算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了 但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 有家搬家公司对出了搬房服务 但不是搬屋内物品 而是整栋房子 沃尔夫公司他们干的可是名副其实搬家的活 不拆一砖一瓦 整个家帮客户转移到新地点 从300多吨的小型图书馆 到1000多吨的百年石头房子 再到1700吨的古老酒店 无论各种形式的房子 他们都能搬 首先他们将房子原本的地基挖开 将房子的地基钢板进行固定 然后通过一套整体液压顶升系统 多点同步抬升整个房子后 在架空的地方均匀分布 并安装在8个轮胎的山地推车 接下来在途径的松软路面铺上钢板 就可以运送房子上路了 在运送的过程中 工作人员要确保所有车辆 保持在一样的匀速前进 避免出现倾斜 还会有警察在旁边 帮忙开路指挥交通 在到达目的地之后 工人将房子用同样的液压系统 放入到新挖好的地基 做好填补工作 整个运送房子的过程就完成了 如果距离近的话 全过程只需要几个小时就能完成 不过搬房子的要价想必是不菲的 毕竟这涉及到前期繁琐的工作 要规划好路线 如果道路有大树之类的阻碍物 就需要提前转移 更要注意道路两边的电缆 最重要的是做好交通管制 而且后期还要做好填补工作 以防房子在居住过程中 出现倒塌或者倾斜的意外 再加上每个房子大小房型都不一样 价格很难说得转 欢迎走新鲜 好吃好玩有趣多别东西 我们这里通通对我 没钱解采快上车